接下来方张老师要讲演练器 第一小点人家说 3x的绝对值加2被y绝对值小等6 在这个条件下要求2x-3y的最大一值 我们本来是有一些连立方程组 但是在这个它只有一个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有绝对值 这个范围到底要怎么求呢 这个如果当年x都大一0 y大一0 当然可以把绝对值去掉 如果你知道x的正负 它就可以去掉绝对值 那它大一0的时候就直接造钞 它大一0造钞 所以3x加2y 就会大一等0 那效一等6 那这个图形要怎么画 这个图形是在这个条件下 所以x大一0 x大一0在右边 y大一0在上面 在第一向线 然后这条直线刚才画到等号的时候 x等于0y等于3 y等于0x等于2 20跟03 20跟03 画起来 好 这条直线 然后它小一等一 y小一等一 本来再往下 可是它是正的y 所以就是直接往下 如果负了才要变 正的它就这条线往下面 所以在第一向线往下就是这一块 好这一块 所以第一个情况 我画出来的图形 OK 没问题 那第二个 注意到 你这个有绝对值的 x如果把它改成-x 那再绝对值 x跟-x都一样 所以这个 x改-x 方程式是同一个方程式 它没有改变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xy 本来是有在图形上面的 带进去等号成立 我这里改成-x 它等号也会成立 或者是不等次 不等次也会成立 意思就是说 这个xy在图形上 -xy也会在图形上 那如果有一个点xy在这里 那它xy是一样 就同样高略 那x改-x 所以这里如果是1 这里就-1 这里是2 那就-2 所以它就会对称 会对称这个y轴 所以它会对称y轴 所以这个图形在这边有 对称y轴的 等等 这个图形也会同样 这个图形它本身是 对称y轴的图形 它的图形本身有对称y轴 所以本来有这里 对称y轴之后 就会改成这样 再来看 那你把y改-y 那y改-y也是一样 你这个决定值里面 y跟-y是一样的 所以y改-y还是同一个方程式 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有xy在这个图形上 你把它改成-y 它也会在这个图形上 所以xy跟x-y 同时在图形上 如果这里有一个xy 那x-y呢 x要一样 那是y改成-的 就会倒点下去 那它会对称于x轴 对称于x轴 所以这一块已经都有了 再把它对称x轴 就这一块都有 所以它的图形 这个不等式的图形 就长这样 就长这样 那这个点是2003 那这个点当然就是-20 那这个0-3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目标函数就是2s-3y 要求它的最大值 那这个2s-3y我就拎它等于k 那这个 我们说你就找它的斜率 斜率是-b分之a -2-3分之2 就是正的3分之2 正的3分之2是这样 不是这边 是这样的方向 那这样比1还要小清醒 稍微压下来一点 没那么直 下来一点就这样 那这样子的 或者你在这边画三个 这画两个 这样就是3分之2 3分之2然后画起来 那它要的是最大值 但是不要忘记 y的系数-2的时候 越高会是越小值 y的前去 在这边会有很多跟y走的交点 这些平行线跟y走都有交点 我要找最大值 因为y系数-2的 所以要找最低的 所以在0-3带进去 会有 0-3带进去 会有最大值 有最大值 那最大值等多少呢 就把它带进去 就是要求2x-3y 那就把x用0 然后y用-3带进去 答应就是证据 所以你这一题要求就是 最大值就是证据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刚刚讲的就是平行线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顶点法 顶点法 顶点法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的区域 是一个多边形的区域 多边形的区域 我们这个平行线 不管你怎么样走 你怎么样跑 它的极值一定会出现在 低点的时候 会出现极值 可能就是像这样 可能这一点 最低的就是这一点 你过来可能是这一点 反正不管怎么样 它在底点会出现最大 最大和最小值 那你就用直线去跑 所以通过这个区域的时候 会有一个最先碰到 跟最后碰到的 这边碰过来 第一个碰到 到这边最后一个碰到 就是会有最大和最小值 都会出现在顶点 那如果有时候它会怎么样 跟你的这个线完全一样方向 比如说我这个方向跟这个一样 那整条线都会有最大值 或者整条线都有最小值 也有可能 但是整条线有最大最小值的时候 顶点带进去也是一样 这条线都有最大值 那你的顶点带进去也会有最大值 所以你找顶点 就可以求出来 我再讲一次 适用于什么 多边形区域 你的可行解是多边形 可行解 这个区域是多边形的 都可以用定点法 所以你就把这四个定点找出来 然后2s-3y 都把xy带到这个xy进去 那你把它带进去 0 3带进去就-9 0-3带进去正9 20带进去4 -20带进去-4 最大值就是这个 最大值 所以最大值就是9 一模一样 如果要求最小值就是-9 这个顶点带 是在你的多边形可以用 然后你的顶点 第一个 它不是很多个又好求 这种题目就用这个方法 来求很快 顶点带 那如果它的顶点很多 或者那个顶点很难求 最好用平行线带 决定出来 就那一个顶 我就找那一个顶 做不了把它找出来就好 就不用求很多个 这样可以吗 有问题